两会闭幕 李强召开记者会 我们做视频 就曾经说 新政府 到位了 中国的民营经济 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将迎来 一个春天 中国的民营经济 将得到大发展 那么 作为 这一信号的最形象的 全是 马云回国了 听说是去年年底开始 李强 就开始劝说马云回国 那么取始算来 这也是工作了几个月 这个李强总理 上任之后 交的第一卷 第一个卷就是 把马云给弄回来 彭博社 认为新政府要树立 亲商的形象 于是呢 马云回国了 来自南华早报 还有这个杭州这个 云谷学校的消息 这个马云已经 回国了 并且昨天 参观了 这个云谷学校 彭博社的报道说 中国政府先前努力 说服马云返回国内 以展示政府对商界的支持 而马云一度拒绝 原本呢 想继续的留在海外 德国之声 是这样报道 说2016年被马云收购的 英文媒体南华早报 周一报道说 阿里巴巴的创始马云已经回国几天了 前天啊 被人在隧道里都拍到了 马云了 是不是 坐在一辆考斯特里面 都被人拍下了 说回国已经数日了 然后周一呢 参观了云谷学校 在回国前 马云呢 在香港 还做了短暂的停留 参观了巴塞尔艺术展 云谷学校昨天通过微信号 发了这个 马云啊 历临参观学校的这样的 这这个文字啊 说这个 马云和这个云谷这个 学校的这个校园长 讨论了新一轮的技术变革 对教育带来的挑战 和基因 马云关于这个 Chad GPT 这个发表了他的认识 他说这个技术已经 对教育带来的挑战了 但是呢 这个技术还只是 AI时代的开始 马云说我们要用人工智能 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虽然人的体力和脑力 比不过机器 但是机器呢 只有心 芯片的心 但人呢 有心 有这个心 马云越来越哲学啊 马云跟云谷学校的 老师们聊天 他说呢 马云说教师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学校 当老师 嗯 嗯 啊 那么 20 回说一下 2020年11月份 啊 11月初啊 蚂蚁集团 这个 上海 香港 两地 同时上市 双双被叫停 嗯 在这之后呢 马云 长时间就 销声匿迹 嗯 就就就 不知死宗 哈哈哈哈 听说那个时候呢 好像说领导还找了马云谈话了 是不是啊 哈哈 有那么个传说 把马云叫去了 叫到北京去 嗯 见面之后 披头改脸 就给他提个问题 你从哪来 马云说 我从杭州来呀 报告领导啊 从杭州来 领导 不动声说 继续问 你从哪里来 哎 这马云有点反应过来 啊 马云说 我们十八罗汉的 当年 怎么怎么创业 寒心如苦 毕如蓝绿走到今天 领导还是不动声色 问 你从哪里来 这马云就答不上来了 哈哈 民企家的这个水准 就答不上来了 领导 看了他半天 告诉他 你从人民中来 哈哈哈哈 马云就傻了 一下子了 就就就就就 啊 嗯 哈哈 啊 在这样的概念面前 啊 马云一下子 那就 哎 变得渺小又渺小 哈哈哈哈 渺小了之后的这个马云 就调成匿迹了 嗯 然后来这个 不断的有马云的 这个 迹象啊 被披露啊 一年 多 差不多 先后报道说 马云又 这西班牙的 这是西班牙的 马略卡岛上呢 然后说 马云又去了荷兰呢 又银座 在日本银 东京银座 看到马云呢 那 马云又去泰国了 哎 马云 来澳大利亚 是在墨尔本 啊 跟当当初 哎 他那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一家 还合影 还吃饭呢 等等啊 这马云 就被一部人追着 所以马云的这条线一街上 就哎 大家知道了 这一年多 这马云 这云游四海 哈哈哈哈 说这个去年的七月初 他访问了荷兰的一个大学 和一个研究中心 啊 然后他在那表示说 想了解更多的有关粮食生产 畜牧业和鱼业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方面的这个信息 嗯 后来呢 英国媒体报道说 马云呢 又去了日本 那在东京 嗯 住了快半年 而这半年里呢 他定期去美国和以色列 啊 去干嘛 不知道 啊 后来又说 哎 在泰国又发现 他在那看这个泰拳比赛 啊 啊 啊 然后呢 后来又在香港和 郑大集团的董事长啊 说这个 这个 建了命 啊 好像说马云有投资这个 有这个和郑大合作的这个意愿 嗯 然后呢 是今年二月份 就是上个月了 啊 说马云来澳大利亚 哈哈 在外边 和那个他那个朋友 那个莫莉 他们的一家 嗯 你想 这个也算不忘初心哈 马云跟这一家人 这四十多年的友谊啊 嗯 三月份的时候 嗯 从阿大利亚走之后 又去了斐济 啊 在斐济晒晒太阳 哈哈 这是 这一年多以来啊 这个各种渠道 我们知道的马云的 这个行踪 那么今年一月初 蚂蚁集团宣布 马云打算放弃 对公司的控制权 啊 呃 发了个声明 说马云在2018年 就放弃了对阿里巴巴的 行政管理权 但仍然间接控制着 蚂蚁金服 百分之五十六 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六的股份 说今后马云将只持有 百分之六点二的投票权 并与 呃 并会与其他的九个人 一起分享对公司的控制权 嗯 这是一月份的消息 嗯 那么彭博社 彭博社 关于这件事呢 他说 马云本来是想留在国外 不太想回国 嗯 啊 但是马云回去了 啊 回去了之后 这消息一传开 说阿里巴巴这个股票 这个 一下子拉升 啊 涨 涨 超过了百分之四 啊 嗯 彭博社周一 昨天发表文章说 对于中国政府修复啊 他对 带私营部门的声誉 啊 嗯 马云可能的最佳机会之一 啊 哈哈 中国政府修复 自己对私营部门的这个 生意 马云啊 可能的最佳机会之一 啊 但这位呢 亿万富翁说 对当局的邀请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啊 这篇文章说 说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商业领袖之一 啊 以加里巴巴集团和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啊 说马云2020年的时候在上海一次演讲中不是骂骂银行吗 当铺啊 批评中国的监管机构 然后呢 说从那以后就几乎从公共场合就消失 公众视野中就消失了 然后呢 就这两 这三年来的时间里头 说政府 中国政府啊 对从房地产 到互联网平台 到教育等行业进行了打击 全球商业界 对中国政府啊 对中国 对中国政府 对非国有企业的承诺 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不过呢 随着习近平巩固了权力 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经济上 那么中国新领导班子 希望树立一个亲伤的形象 这个其实好树立啊 那个李强那张脸就是个亲伤的脸 就是一副商人面孔 你看 温州人 李强的一批音效 你就跟跟个商人没什么区别感觉 很亲伤 彭博说一位知情者透露 说中国政府之前努力说服在境外旅行 云游四海的这个这个马和尚 希望他返回国内 以展示呢 说中国政府对商界的支持 但是呢 这个人说说马云呢 本来不想回来 想留在国海外 说自己已经退出了公司的要职 未来会专注于研究农业技术 嗯 然后呢 马云呢 说还通过自己的渠道告诉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的同事 一些高管说 你别管我回国 我回国 是不是啊 你们都好好干 那我即使 我无论在哪 我也祝福你们啊 也致力于帮助你们继续的成功下去 哈哈 彭博社啊 原影叫红旗景讯啊 这是一本书名 原影这个作者啊 前瑞银的首席经营学家啊 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 说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仍然是优先考虑党和国家机构 私营企业为允许发展 前提是要 他们追求并尊重党的目标和理念 那可以 对呀 这就是这样子 可以的 嗯 你美国的私营企业背叻符合国家利益吗 你要是危害美国安全 那政府也收拾你 是不是啊 那国家利益和这个 这个党和国家 中国的党和国家机构啊 这个中国党和政府的目标和理念 我觉得 这不冲突啊 如果中国共产党还踏踏实实的为人民服务 是不是啊 嗯 那么熟悉情况的人还告诉彭博说 说蚂蚁金服仍然计划上市 听说蚂蚁金服这个里面那个股权做了极大的变成 嗯 嗯 嗯 说但是上市的不太可能是在今年完成IPO 啊 此外的一些对蚂蚁金服在中国的金融业务不重要的部门 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啊 呃 一些对于蚂蚁金服在中国的金融业务不重要的部门 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这些部门可能包括蚂蚁金服的海外业务啊 区块链等等技术过程和数据库的服务 此外的该公司还专注于全面改革自身业务以安抚监管机构 因此蚂蚁金服重新进行IPO的时候 他将不再是2020年的估值为3150亿美元的巨头啊 而是转向了金融模式 嗯 去年10月底美复达投资公司将蚂蚁集团的估值下调为约640亿美元 从3150亿美元啊 下调为640亿美元 这是彭博说啊 然后这个南华早报啊 德国之声啊 等等几家媒体 关于马云回国的啊 这个消息啊 和他们的分析 嗯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